好 人民力量的節目又跟大家見面 今天在我右手邊這位嘉賓其實不需要我介紹 我想他的知名度高過很多立法會議員 就是Peter 這是你個人意見而已 其實講這個傳媒你都算老資格 看你怎麼看呢 有些人覺得我是新聞界的逃兵來的 因為我是真的做這個採訪工作的日子又不長 但我在傳媒有很多不同的崗位我都做過 又是事實來的 新聞界就很多方面 新聞界你有記者採訪 有這個編輯 有這個傳媒人有很多是政論評論 有些是爬格子 專門寫稿的 有些是專門說話的 你覺得你自己怎樣形容你作為傳媒人的 這個身份呢 我來學校的時候當然因為我主修的新聞 當然第一件事進去報館工作 我都去過英雲虎報 在明報晚報真的做記者 切線記者 後來我進去電視台 將我的採訪和我對新聞視視的觸覺 就是在各類型的不同的電視節目那裏 就是將那些應用下去了 從後來當然我都有機會是自己都有做自己出版的雜誌 你中英文都可以的 就是你從英文社的老師來的 就是你從英文社的老師來的 就是從英文社的老師來的 就是從英文社的老師來的 OK啦 後來又去過這個 就是剛才你介紹的 在商業電台也做過一輪的評論節目的助手 講商業電台其實就是當年你和大班那個節目 可以說是破了香港紀錄的 哪方面呢 就是那個收聽率 收聽率 就是講這個時事節目 講封煙節目 我想你們是歷史上的 我這個都是傳聞而已 因為當時歷史上只有做過一次 是這麼多廣播公司做過一次的聯合調查而已 那次大班好像不是最受歡迎的節目主持人 不是最受歡迎的 往後大家說都是不要再各自各做了 各自各做 但是管理層不是每一次都有跟我們說過的情況 就是說你們都守住 就是那些說話 但是大班見到我 特別有一段時間就經常說 我們這個節目是香港歷史以來最高收聽率 也都是賣廣告收入最高的一個時段的節目 是不是收到最高呢 他如果看到這些收視報他應該知道 但我就沒有看過 所以我告訴你我不知道 但是你說是不是廣告收入很高呢 這是事實 然後還有一個不能推翻的事實 就是它是一個很有影響力的電台節目 這是真的 這個很有影響力的電台節目其實跟他的所謂能言善變 或者是分析能力強 理論基礎好 其實沒有什麼關係 我心是沒有看過一個電視人一個電台人一個報人 是在他工作以外仍然將他的工作揹個肩膀 這是大班給任何人都優勝的地方 其實很多人分析回大班為何這個節目這麼有影響力 其實兩方面而已 一個就是在政治上有一定的網絡關係 是 特別是和老曾 大家都知道 和不少政府高層 第二 他和某些財團的負責人 也都有很緊密的關係 譬如他有一些議題 有些活動要做 我想其他傳媒人 拼了老命 傾家蕩產都做不到 但大班兩個電話就搞定了 有時候 譬如有些市民需要一些援助 或者有些困難是解決不了 那他是 真的好像你說的 寄了電話就將事情擺平了 譬如有些物業管理的問題 大哥 他在一個電話已經打到上去 董事總經理 你根本都不用跟物業管理公司那些談那麼多 所以你的物業管理也好 那些地區問題也好 或者一些基層市民的苦困也好 譬如最早期的 這個救命中 是吧 救命中就是 那個起源 因為那一陣子 不知道天氣特別冷 就是冷死了老人家 原來因為這樣而觸發 有這樣的想法 想要幫老人家 其實救命中 我自己都很早期做 現在都有成兩三公司一起做這個服務 劉里麗專聚 剛剛做這個民政處長的時候 我那時找了陳守仁 贊助了百幾二百個 當時就很原始的 當時就要拉 拉那個按鈕 就發聲 那你科技進步 還有現在那個 所謂社企的營運的理念 都進步了 大班一做 就做到好有系統 就越做越大 其實都幫了 還有救了不少人 所以當年他說 他自己不是節目主持人 他說他是社會運動家 社會運動家 他就好像美化了一些 這是一個很左派的一個稱號來的 大班經常說自己是左派 他經常說自己在加拿大的時候支持新民主黨 當時我不認識他 但他回來的時候是跟我們說 曾經他跟當日的華人社區 特別那些是很親共那班 親祖國那班人 是很走得來的 那麼就也都說到 是樽樽落到的一件事 叫叉燒事件 還是燒豬事件都不記得了 就說是在那個華埠 那些衛生問題說 不讓他們擺埋這些東西 後來他們不知道說 只抬燒豬去到國會 那就請醫院吃 終於大家明白原來 那個是一個烹調 和一個不同的做法 那個文化 跟衛生問題拉不上關係 去溫哥華那時候 搞風搞月我 真是未到 那時候還蹲在Winni Pig 加拿大那些浮仔 很冷的那裏 冬天雪地 大班又在這個 溫哥華 即是 這個呼風喚月 是吧 那到我去到UBC的時候 已經回到香港了 是 已經在香港搞很多活動了 又Payboy 又中文版 還有其他雜誌傳媒 傳媒呢 在香港其實很特殊的 你做了那麼多年傳媒 第一 譬如你出道的時候 就是港英年代 在英國政府 在一個殖民地政府管治之下 英國政府 假仁假義 表面上好像很紳士 但是骨子裡 充分掌握管治的藝術 和管治上的需要 特別是傳媒的地位 所以他是挺厲害的 一個港台 是吧 港就港人好像很獨立 但是透過 那個人士的聘用 看看在哪個階段 譬如六七年的時候 就很清楚 這個是一個 是政府的喉舌 是 往後 他又見到 原來民情方面是不同的 還有你要看 當年那麼多任外籍的署長 都是由BBC派過來的 那他們也是 你說神話也好 你說他迷信也好 甚至到朱培慶 作為台長的時候 他都仍然奉這個BBC 是差不多是一個 是最好的公共廣播的模式來的 那也有很多以前的公務員 鄉年代的公務員 是有泰國那邊實習和進修的 你經歷這麼多年 特別剛才你講到BBC的負責人 來香港管理這個港台 他們英國人的管理 這個傳媒的手段和藝術 他是透過委任一些人 或者去製造一些機構 那個機構裡面的文化 和運作模式 和政府的管治理念 或者文化是配合的 那很多時候 他的電台 基於那些負責人的價值取向 和思維模式 和管治方面吻合 你又不用管治要做什麼要做什麼 很多東西是自然可以水到渠成 或者傳媒發揮的影響力 很多時候是政府希望可以達到的 不過這點剛才你有講過 你說英國的管治手法叫做假仁假義 這個你的講法 但是我們的確可以看到 他們懂得一套管治的 括弧藝術 他是懂得以華制華 還有懂得把一些大事 他就要華視 小事不要緊 國家 總之你們百花齊放 這個是令到一些 可能中層的主管級的 我原來有我的空間是可以去表達 或者依我意思去做的 大事 處長出聲 大家都說是 他也是一個曾經在外國 他們認為是要摸拜的一個傳播機構 他也是主管 這樣都可以聽一下 剛才你很有趣 你講小事他就放手你做的 大事他就要管的 是不是因為這樣的管治模式 令到我們香港的政務官 小事聰明大事糊塗呢 或者是小事顯露他的才華 一到大事 就顯示他的無能呢 這個是我不可以第一身的感受 因為我沒有入任務公務員的體系工作過 我香港電台都是簽單工作人員 我在施山下幫我和華旗做過作理策劃 我對香港電台的運作就叫做 少叫做知道一下 但是電台和政府的關係 港台都講了很多年 特別由80年到開始講 港台要公私化 要走BBC的道路 應該是一個獨立的 有法定機構和法定權力的組織 不是一個類似政府部門 公務員架構的形式 我們的老鬼是最壞的 經常很喜歡 記得 不過不是我們喜歡 是我們 我們的腦袋的細胞是一樣 我們記得舊時 舊時新的東西 新的東西不記得 工會代表出來 就組織空降的AO的處長 其實他們要批評自己 當年是他們自己反對 才沒有發展公私化 當日如果他們肯公私化 不要擔心他的長縫 根本就好像醫管局一樣 已經脫離了 但這個已經是早過彭令康年代 很早的 很早期 到了彭令康年代 說要公私化 當時就大陸 這個中國共產黨 這個北京政府 我今天看《信報》 有段文章 有個作者引述 就是唐明治 當時是我們的律政司司長 律政司 他不是司長 他都有說 港台應該是自己獨立的 應該是一個向市民負責 是為公民服務的一個 公共廣播單位 不是因為當時的處長 是張文怡說想 也不是誰說想 而是 政府也有政策是這樣的 張文怡可能是年期最長的處長 是 他是 但是在他任期 很多朋友可能不是很清楚 因為港台 如果講歷史也很多年 其實講公私化 我記得80年代已經開始醞釀了 是 談談談 也經歷了很多屆的處長 最早期 以及較早期 不是最早期 較早期一個處長 我想很多港台的成員 或者員工 都跟他共過事 就是張文怡 我記得他都差不多20年了 很久的了 很多年了 他都算是一個很得這個員工支持的 也都得到這個政府 其他不同的政策局 是很接受的一個主管 他就給了很多空間的員工創作 也都拿到不少資源為港台製造很多特別的節目 很多港台 特別在這個八九十年代很出名的節目 和一些特輯 都是在他旗下 就是管治旗拿到 但是那段期間 基於透過他的管治 又不覺得港英政府對港台很多的言論 或者評論 其實港台不少的節目 都是諷刺政府在民生上的不足 就算看回港英年代 當然他 當年我有份主持過《透明新聞》 我做了六年 是的 但是又不見政府的有關人員 特別一些 我們常說的那些狗奴才 奴上的奴才 就是這麼多的批評 但是你見到回歸之後 其實回歸前已經開始見到那些嘴臉 特別是所謂的親中央親北京權貴的有關人士 就是這個皇帝不急太緊急 很多時他們針對這個 剛才你說的那個節目 一些的欺笑怒罵 一些諷刺的言論 看不過眼和不接受的 我想當年也有一些背景 就是他們覺得 這些這樣的意見 都是反映到市民的心聲的 還有當時是沒有廣播處長以外的人 出來說三道四 這個也都令到員工可能覺得舒服一些 其他的部門 可能他們都有向他們的政府局長 去傳達他們的意見 但是一去到 如果我沒有記錯 香港電台雖然我想是一個架構沒有畫出來 但是當日我很記得在我任職在香港電台 那當你的處長他直達天庭 就是總督之下的暴政司就是第二把交椅 這個在政策上是很著重的 如果看到已經在港英管治期間 港台作為這麼小的部門 在政治上和社會的影響力方面 政府是極為著重的 所以在政策的管治方面是直屬這個 就是暴政司即是家的政務司 如果看回那個管治模式 剛才也提到港英政府年代就很少見到一些權貴批評港台 就是某些的稀少路貌 或者諷刺一些時事的一些節目 會不會在那個對大眾傳媒的角色 和那個地位方面 港英都是一個獨裁專權的制度 和現時加上香港特別在共產黨背後操控的情況下 這兩個不同的管治階層和管治中心 對傳媒的角色是有很不同的看法呢 譬如港英的會覺得傳媒 當然有監察政府的作用 傳統西方的民主思想等等 特別是美國創國的元首 BBC在英國都跟政府撐很多次 但是他們都會覺得傳媒是有一個舒緩社會矛盾 和是一個令到社會矛盾透過傳媒的發放 是有一個減壓的角色 但是在共產黨 特別在香港政府現時那幫所謂奴才的觀點 這些批評是激化矛盾的 大家似乎對同樣的行為 傳媒的行為 譬如一個節目是很諷刺時敗 甚至有侮辱性的 但是在港英的管治之下 這個傳媒的節目 是令到市民的心舒服些 令到市民的心理壓力減少 罵完之後看完之後笑一下開心 那個憤怒和矛盾是少了的 但是在現階段來說 特別在共產黨管治之下 他們覺得你這樣說法 是對領導人的侮辱 對政府管治權威的挑戰 就會令到管治的威望下降 進而令到群眾挑戰的管治中央方面會增強 似乎是很不同的觀點 你剛才說到是欺笑怒罵 甚至有針對個人 甚至有侮辱的性命 這純粹是一個 或者是一部份觀眾的一個觀感 譬如當日我們 我很清楚 雖然我沒有參加 寫頭條新聞的 或者是對白 或者取材涼間 我們很清楚知道 是針對事不針對人 就算拿彭定康來玩 也是彭定康那件事 和老平主任是那件事去玩 就不是玩這個人 不是玩這個總督 或者是玩這個政治家 不是這樣的意圖 好了 譬如你說共產黨統治香港 或者在後面操控 這個也是你頭 如果我們真心相遇一國兩制 共產黨沒錯 是無可置疑的事實 它是一個 現在是領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執政黨 但是它應該是讓我們有一定的自主權 這個在不涉及到國家利益 或者是對外的事務的時候 實在特區的特首 才是領導香港 但是當它如果自己 若遠騰雞 什麼都去問這個 問那個 或者是領導香港的愛國陣營 或者很左的人 那些言論 它要去討好它的 那就是它自己的問題 如果你問我 我就看不到真是你說 是共產黨在香港 西環當然我們看到它漸漸的功能 都開始加強了統戰遊說 甚至影響 但是它不是明居馬來的 你如果特區政府 你自己的特首 或者整個局長的架構 你是有吉士的 你撐得住的 你是可以將那樣淡化的 這個絕對是 如果你說那個 直至那個管治權 仍然是在香港 是 但是你看到 就是過去那14年 回歸打問14年 那就不少的影響 或者是透過一些人物的關係的影響 透過一些人事的影響 是令到有關管治方面 和有關執行的人員 或者高層人員 是相對改變了那些態度 譬如很簡單 你看回過去那十幾年 就是針對港台特別 就是那幾個 徐四文 是吧 是吧 不鬥這個 老虎的屁股 是吧 就是很多出來發言的 就是不是政協 就是人大 是吧 特別有一些是被視為中方 或者跟這個 國務院 或者跟港澳辦 或者跟中聯辦 很有密切關係的人 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 其實只有十幾二十個 那十幾二十人 很多時候所說的 過去十幾年看到 針對港台 那個是很集中 和很嚴峻的 是 所以說他們就是差 如果你要真的針對一個 港英唯獨的一個傳媒機構 你應該找一些第三者 找一些有權威的人 就不是找一些 傳統上都是 是 繃了過去 那你一開車 人家就知道 你是不是代替阿爺傳話 那種權威和中立 是沒有了 如果是的 他應該發動其他的人 去憤 這樣才有效 這個可能是處事態度問題 他們找那些人 他就不想你覺得是 中立 和客觀 他就覺得這個是一個政治的表態 你政治的表態 一定要找一些 就是給人感覺到是政治忠誠 和他們那些人所說的 是代表到某一些的階層 或者某一些的管治人物 那個的意見 很多時候你見到 刻意是這樣 我不知道 那大班一定不是那個攻勢 或者那個鋪牌裡面的成員 有一個旗子 但大班不停都說 他自己是港台最強的敵人 亦都可能是他們的管治班子認為 大班很針對他們 但到最後 當大班作為立法會議員的時候 作為廣播事務委員會的時候 他都做了很多事 幫助他們 特別公司化的問題 是的 所以有時候他們要認清楚 那這個是當時的角色 你和大班合作 做這個風波女的茶杯 那段階段 我做萬打羅 早上那個風演 你凡這些東西是有個化學作用的 是吧 即是 一個就扮這個權威 一個就扮這個小耳 一唱一和 有去過化學作用的 那你大班單單一個講完 又很悶的 講講一下 突然間又不知道 那個調子是怎樣 那你有時候有些作用 有時是刺激一下 有時就緩和一下 有時又解釋一下 那在這個運作方面 是一個很好的配合 那說回那個傳媒 就是我們剛才說了很多都是這個電台 就是特別港台 那就是近這幾年的改變更加大 特別一些所謂的 即是節目的負責人 那由過去一些較為 即是被視為 大家都認為較為中性一點 但是都較願意批評政府的人 即是慢慢轉了很多 是所謂親共 有些人大一點 是吧 或者有一些是 大佬拿獎章 拿獎章 荷蘭水蓋 拿荷蘭水蓋 即是做到傳媒拿荷蘭水蓋 其實都很經典的 你在英國踢球 好像迫行那些 拿到去 封著 但是 做這個時事評論員 可以拿分行 因為香港都是歷史經典 那有些人都說 他們是不應該拿的 因為如果是這樣 就證明他們和政府的同路人都不定 最近民主黨有些區議員 都拿這個BH 拿什麼地區分章 我做了26年 就是什麼都沒有 人家說 那你不懂做 幾年立法會議員 都要起碼拿回 什麼銀子經 什麼子經 這個題外話 講回傳媒方面 你覺得 九七前後 那個分別 大不大 大的 分別很大的 你是九七之後 或者之前都開始了 無論那個媒體擁有人 管理層 甚至前線 每個人都要 多了一份 不必要的 這個 所謂 自我的 一個 一個調節 我覺得是過分了 太懂得去看 眉頭眼睛 太懂得去說 我們要這件事這樣做 可能不是很棒 我覺得是不應該這樣 我們待會休息回來 就和林毓華再詳細談談 就是九七前後的傳媒的轉變 特別九七之後 特別 近期的傳媒的風波之後 究竟香港傳媒的出路 和發展會是怎樣呢 我們休息回來 和大家再談這個問題